各位記者先生還有在場媒體的朋友大家午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題目就是 不可不知的尿酸聖病院 那其實一般大家提到尿酸 大家直覺的反應就是 它是痛風 就是關節的疼痛 可是隨著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 其實尿酸不只是會因此痛風 結實 甚至它跟很多心血管疾病 以及腎臟疾病都有關係 那我們先跟大家講一個案例 案例雷仙他是一個四歲的男子 那他有一天就是跟女兒去餐 那第二天早上寄來 就發現他的母子關節的疼痛 然後就到我們門診來調查 那所以就等待是個急性痛風性的關節炎 那時候給他初學檢討 發現他的血統的疾病關是一 尿酸管非常高是細一點 那尿井甚至有一些前血針尿酸的結晶 那超過也發現說 他有兩側的腎臟結石 所以說痛風其實引起他滿多的問題 那經過一些戒酒還有飲食控制器規則的 腰臟的治療 兩個月後我們在門診追蹤 就發現他的尿酸發股改善 從11.5到5.4 而且大家有發覺到 他的腎臟功能 肌幹會有一點點再讓到0.8 而且痛風也比較少發作 第二個PACE是個滿有趣的PACE 他是個小先生 76歲的男性 那長期就是慢性腎臟病痛風的病毒 那他在六月份的時候 因為發高咳嗽住院治療 那時候胸胃時光就發現 他的左上肺內有一個結結 那幾乎寒一的肺癢 就發現他是肺內肺結合 那就開始接受結合藥的治療 就是平方那每天兩顆 然後地上就是我們一天兩顆 還有PACE兩天三顆 那病人出現後 在具體追蹤就發現 奇怪的腎臟功能 他本來是1.3 他持續的在電化 而且小分數層會變成原因 那血中抽血就發現 病人的尿酸質 雖然他有脈氣的 通常皮尿酸膏 有時候8.1一直高到9.2 大家知道正常值 病人的尿酸質 而且我們發現 他的聖誕功的變化 就把他的尿酸質 同步的在發揮 那我們就看 奇怪這個病人 為什麼尿道爬到這麼高 可惜就覺得 那就看他有沒有 不用一些特殊的藥物 比如說 阿斯基林啊 抿尿劑啊 或一些抗結合的藥物 後來就懷疑 懷疑是 他是實施這個 跟這個結合藥物有關 那給他持續的調整藥物 跟飲食控制 就是 跟他規則的尿酸 調整治療 我們發現 他兩個月後 他的尿酸質就慢慢限制 降到他原來的 而且比較特別的是 隨著他尿酸質的改善 他的試占功能也慢慢 規復他原來的水準 從1.8降到1.8 那案例3也是我們在 在離床上常看見的 就是黃先生他54歲 之前只有極性痛風性的關係 高尿酸血症 有腎臟的結石 那有一次呢 他就因為左下腹的疼痛 以及血尿道 我們聖誕克蘭尼 才9等 那後悔時光就發現 我們可以看 這有一個量點 那就是一個0.7公分的腎結石 那他的尿酸死魂 也比較高10.3 那也發現他腎臟功能 其實是比較雜的 那我們那時候 就出來給他做了超音波的檢查 就發現 這個結石 他不只是造成他的疼痛 也造成他的左腎積水 那懷疑是因為這個積水 他腎臟功能做比較困難 所以他就被診斷急性 腎臟結石合併腎積水 然後我們就幫他安排 就體外碎食治療 他腎臟結石以來 在規則以此之後 他的結石沒有困難 而且他腎臟功能慢慢有在進步 那我們要講 尿酸是怎麼產生的 其實他就是 就是我們俗生的骨 就是標語 他是我們升級一個過道 叫DNA 他一個重要的物質 那他是不管是動植物 都有這個 只要細胞裡面 現在就有核酸 都有就有骨 那一般我們會講說 內臟啊 海鮮啊 這些好像 普尼比較高 最主要是因為 他的細胞排也比較緊 所以含的 這個核酸就比較多 所以普尼就比較高 那一般像素奈水果就比較少 那我們人體的普尼 其實喔 有上面之二是 我們新陳代謝就會產生的 那有上面之一大概是從食物過來 那我們申請是怎麼代謝這些尿酸 我們講過普尼有內生性 叫外原性 那大部分是內生性 那有少部分是外來的 可是這個外來的 雖然佔不多 可是卻佔領尿酸子 一個重要的一個反應 那第二個是我們申請 有排泄這些尿酸的 百分之七十是有腎臟排毒 那其他三十才有腸道排毒 在經由一些腸內 就把尿酸分解 所以說我們知道 試占功能不好 他的尿酸排除就會比較差 通常也會有高尿酸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總結 那為什麼會有高尿酸血症 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 尿酸過度的生成 一個就是 尿酸的排泄減少 那過度生成呢 如果有一些少見的疑伐 教室不足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例如說 高足齡的飲食 有肥胖 然後缺少運動 那還有特別的血液性疾病 或是一些 它會引起過度的生成 那另外一個就是 排泄減少 我們剛才講過 尿酸大部分是腎臟排毒 所以有些慢性腎臟疾病 或是有些像些動毒 或是說 統合總 或一些特殊的藥物 就會影響到尿酸的排泄 造成高尿酸的血腎 所以說 我們簡單就是 不是你吃得多 或是有些代謝的東西 就是有些特別的原因 影響到一些排泄 就造成我們 血中的尿酸齒率越來越高 那我們 我們查看 說是高尿酸 那高尿酸 我們在我們 國務的經有 有的腎脊率是怎麼樣 如果根據 之前的 佛名營養 這兩位生的教堂 那如果說 我們把 男生定的尿酸 建於大於7.7 女生定義大於6.6 那盛行率的話 男生大概有42% 女生有27% 這其實也佔蠻大的負負 那尤其是 這些結住民同胞 比起我們一般 就特別的盛行率又很高 那男女生有什麼負負 有什麼什麼差別 可以看一下 男生的尿酸 盛行率大概兩層附近 他不會隨著年齡而增加 可是女生呢 他隨著年齡越高 他的盛行率 是越來越高 那地區跟區域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最常 就是大家聊一下 就是說 在三地 有些有著名同胞比較多的 或者是說 有像同胞這些靠海的 他們吃的 以海鮮類為主 他們的 高尿酸的盛行率 就有特別多 那尿酸其實大家 就之前提到 第一個我們講到 就是女性痛風 那痛風的話 他隨著尿酸值 越來越高 他就有機會 就越來越多 那通常男生 比女生多一點點 那女生 比較發展的體積 因為大家講 就是盛行率會增加 可是有少部分 有痛風發露 他是尿酸值 其實是正常的 那痛風為什麼發生 主要是因為 這些 有種尿酸濃度上升之後 他會造成 關節的一些 症痛的結劑 在關節箱裡面 就引起發炎 那發炎之後 就開始紅熱腫瘤 可是剛才有提到 其實尿酸膏 不只是 引起 我們常見的痛風 其實現在也只有 他引接高血壓 甚至心血管疾病 都有高度的發炎性 那為什麼尿酸膏 引起高血壓呢 這主要是兩個 一個是因為血管 一個跟我們腎臟有關係 因為患性的一些高尿酸 會刺激我們身體的腎臟 血管緊張素的活化 那抑制一些我們 內皮細胞 釋放那種 一氧化彈 就是血管疏症的功能 所以說他會導致腎 腎臟的血管收縮 那也可能這樣增加血壓 那另外一個就是 直系的腎臟血管收縮 就會造成我們之後的 我們就會腎絲球 動脈病變 那硬化 那甚至血管 就更容易敏感 然後使得腎臟功能 會越來越變化 甚至造成高血壓 所以總結來說就是 他在血管的變化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 減少一些血管疏症的一氧化氮 使得血管發炎 慢慢造成血管平化劑的增生 也一致電力是要增長 那隨著腎臟的增加 他會造成堅持發炎 造成動脈病 甚至是堅持纖維化 所以早期的話 尿酸就會造成一些血管性的高血壓 這個比較有可能 那隨著腎臟開始受損 腎臟性的高血壓 一定會越多 尤其是在年性族群 高尿酸造成的血壓 其實發出關聯性性 其實是還蠻高的 那高尿酸跟我們所謂的 脂質率跟心血管疾病 有沒有一些關聯性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是我們的尿酸質 我們正常一般來講 就是以大一七來當一個分界 那我們發現 高尿酸其實是一個心血管 有獨立的一個微血因子 我們看 尿酸質大一七 他不管是增加10%的全死亡率 甚至要分加38%心血管的死亡率 而且更特別的是 我們學者看一下 真的尿酸質越來越高 大一九 他的不管是全死亡率 跟心血管的致死率 尿酸質的尿酸質越來越多 我們增加率 大概增加幾%以上的死亡率 那尿酸跟我們脈性腎臟病 有沒有什麼關係呢 從一些流病的觀察 就發現到 他有一些高度的腎臟病 譬如說 這是一個在美國的研究 他收到2萬多個醫療病 然後發現他的尿酸質比較高的 他追蹤了12年發現 他就統一變成患性腎臟病 那我們臨近就是在日本 學者做個研究 他也是 研究了4萬多個 在日本的鐵道工作的 這些做勞力等這些工作人員 然後就發現說 他的尿酸比較高的 比尿酸正常的 他發生腎臟症的風險 有多半八倍之多 那我們自己台灣有沒有類似的 一些流病的調查 比較有的就是在2013年 在我們年紀 就嘉義長跟地區 他有做一個特別的研究 他也收入993個 原來不是慢性腎 沒有尿蛋白的病人 那我們發現 他最終失眠之後 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 就是尿酸質比較高的 他就容易發生 我們新生的微蛋白療 那各位記者 我的蛋白量增加 就是他之後發生 慢性腎臟症的風險 就越來越高 不會男女生 他都有發生這個趨勢 而且尿酸質越高的話 他的風險是越多 那我們來看 那為什麼大家也會想 那高尿酸 為什麼會造成一些腎臟的病例呢 其實簡單來說 有多有分為癌 一個就是 有可能他產生結晶跟結石有關 尿酸結晶導致一些腎臟結石 那腎臟結石的話 就造成了 我們剛才幾乎 類似畢章的病例 也就是尿酸主症 他會除了造成腎臟 也可能造成是 那空的受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屬於急性的 尿酸性的生病液 那通常是我們一些 內生性的尿酸 尿酸過度產生 造成急性的 出尿酸的阻塞 那這個常發生 在譬如說 我們有做一些 血液性的行為 或是說 做做化療的一些病例 因為 一些突然的尿酸產生 造成 出尿酸的阻塞 造成 把尿酸出有急性的腎臟摘結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常講 就是說 那 在空風氣的腎水洗的 的一些的育典 譬如說 它就類似 我們剛才講過 那個 藥酸的結晶 造成關節腔的發炎 那這些藥酸的結晶 它如果 沉積在我們的腎小管 當它農度越高的話 你會引起 類似 那個發炎的 的一些變化 那最特別的就是 在我們 可以發現 在急尿酸這邊 有一些 小的一些微結石 然後甚至可以發現 有一些 在周圍有一些 那個發炎細胞的劑略 我們可以看 下面這一張圖 第一個我們講 結石 第一個就是有可能 造成感染 甚至腎臟阻塞 腎脊椎 都會影響到腎臟功能 第二個就是 感染所提到的 就是我們這個 圖上所說的 好 這些有一些 它尿酸致顯的一些 症狀的結晶 都跟我們 類似通通發作一樣 它在腎臟小管 一起發炎 那發炎之後 就會造成我們 腎小管 堅持 和一些腎臟 那我們可以看 這個病理 這邊我們可以看 這個結晶周圍 有很多 一些多核細胞的巨質 造成的 堅持性 跟腎小管的腎臟一樣 那除了說它的 造成的結晶跟結石 有可能造成的 症狀功能變化 其實最近發現 就算沒有這些 有些結晶跟結石的發現 單純高尿酸 也會造成腎臟的疾病 那高尿酸 會有哪些 緊帶的一些機制 造成腎臟功能 會有些變化 就如剛才講的這些 前三星研究一樣 就是說它 對一些血管 變化 即剛才要說 會變化 會遺失一些血管 便宜細胞的增生 跟活化 那基於目的事實 這些發炎反應 就發生 而且它會減少一些 NOS 血管 出當的功能 受到抑制 那最重要的 它會誘導一些 氧化壓力產生 造成慢性的發炎 那這些發炎 會產生什麼 一樣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 你知道 腎臟 腎小管 它是一個 那個 那個動患的一個體質 那它產生 動患病變的時候 它就會抑制 腎小管 調節壓力的能力 造成腎小管 腎小就會高壓 那高壓之後 就容易變成腎臟的纖維化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產生一些動患的病變 就會影響到 腎小管的情況會有 那樣就開始缺血 那缺血的話 就有可能造成這些發炎 腎小管性質的發炎 或活化 我們就會 造成腎臟的纖維化 那第二個就是說 尿酸本身 它也可能造成 腎小管性質的發炎 有可能透過剛才 透過的 這些結晶產生的一些 或是它本身 就會誘發這些發炎的發炎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也會讓我們 腎小管性質 反化 造成這些 基質真身 最後造成纖維化 那大家也知道 纖維化的話 就腎臟就開始 受影響 就慢慢的 腎臟就開始 那有沒有一些 臨床的證據 告訴我們說 那治療 對這些 慢性腎臟病的 我們假設 我們給予薑藥酸的治療 是不是能夠延緩它的 惡化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 小瑤臟在美國醫學雜誌 一個蠻重要的研究 那他發現像 我們一組是治療組 給予我們所謂 降藥端藥物 就是易飄移傳的治療 那一個對照組 是沒有給降藥端藥物的治療 那我們發現 第一個不一樣的是 第一個 它的血壓幾有不同 有治療組 它血壓就降得比較多 沒有治療組 那這不會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第二個就是說 它在肌肝酸素質的變化方面 我們發現 治療組它的肌肝酸的變化 是比較廣的 那相對對照組 它的肌肝酸素質的變化 就比較明顯有在變化 我們如果達成百分率來看的話 就比較容易 治療組是比較頻繁的 那非治療組的話 它的腎臟功能 就惡化比較快 所以說在治療組中有84 它只會是換成腎臟功能 它是腎臟功能 但對照組中 只有一半 那有將近四成 它腎臟功能是2萬 那假設我們把它 換算成我們常知道的 依舊腎臟功能的變化 就發現 它我們在追蹤 二十四個月兩日之後 發現 對照組 治療組的 腎臟球的 變化 它只有降低1.3 那對照組的話 降低3.3 這些統計渠道是有利益的 要告訴我們說 這些有做尿酸治療 降低尿酸的病人 它的腎臟功能是 能夠延緩它的惡化 能夠保留它的腎臟功能 所以說目前來說 這是我們公司免疫學會 就是對於這些高尿酸 或有痛風的治療的人 一個方法 也跟媒體朋友 在做個參考 那一般就是 我們講過大一期高尿酸 可證我們還是 要怎麼去看它的 體重血壓群 有沒有相關的代謝症候群 那實際上功能好不好 那以前大家就認為說 是是只有痛風性 假設它有痛風 包括以急性痛風的發作 或是痛風死 或是泌尿道結石 就應該好好的 飲食控制之外 就給予尿酸的治療 我們就希望把它的 血中尿酸死控制再丟一下 那以前認為沒有症狀的症例群的話 除非它血它非常的高 那還是建議生活體態的調整 或者是它有一些合避症 才建議是不是 要給予尿的治療 那其實沐血藥也有證據 這些高尿症病人 不管在膝血管的風險 跟腎臟功能的惡化 都比較明顯 所以說其實我們還是建議 這些 就算沒有一些症狀 如果說它尿酸性偏高 還是建議好好的接受治療 因為不管對它的膝血管的風險 降低跟保護腎臟功能 都有明顯的好處 那我們現在講到治療的方面 當然我們知道 痛風、肝癌、禮藥 其實食物對這些痛風 還有高尿症病人的控制 其實影響是蠻大的 那有哪些會比較容易造成 我們尿症的增加呢 我們現在看看增加的風險 大部分就是像有些肉類、海鮮 那啤酒有什麼之類 那一般大家會忠略就是 像韓果糖 現在有些韓果糖的食物跟飲料 其實也會讓我們痛風完 要不然怎麼會這樣 那其他的話 有哪些可以講 其實一般吃一些蔬菜水果 其實對於醬料 是有一些幫忙的 那有時候會覺得 喝咖啡其實是對不影響這些風險 或是茶或少量的紅酒 這些都不會造成尿症質的一些變化 那對於我們講過 那這些高尿症的病人 尤其他如果還有慢性腺上病 我們如何給予他 降尿症藥物的一些治療 要注意哪些原則 那這裡有一個建議的念 就是說其實我們治療的尿症 大概有兩個方面的一個藥 第一個就是 促進尿症的排泄 那第二個就是 醫治尿症合成的一個藥物 就是這兩個重疾中的藥物的使用 那促進尿症排泄的話 有一個叫 本秀豆香豆 不過因為它只是用在 七度跟周度聲浪功能 如果聲浪功能太差 它的排泄的功能 治療效果就沒有那麼好 那第二個就是說 它有一些 特別的乾症的毒菌 被使用要特別去注射 那另外一個就是 抑制尿症合成的藥物 有兩個藥物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來講的 就是 可謂防凋離唇的抑制劑 就是別凋離唇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那這個是也是一個 我們降機尿症 一個蠻好的工具 不過這個藥物比較特別 就是我想大家 各位媒體能夠感受 它其實會容易 會有 雖然發生的機會不多 可是它會 有些少多人會產生一些過敏症狀 就是會造成 Steven Johnson的新種 就是Steven Johnson 它會造成皮膚的一些 會療的困難 它死亡其實是蠻高的 那蠻系腎臟病其實 會增加它產生 我們所謂這個 過敏症狀的一個工具 對說蠻系腎臟病的 病人使用 這個藥物要特別的注意 如果說它有真的要治療 其實我們會 要特別去謹慎 從DG要開始使用之外 現在有另外一個 被漂泥類的一個藥物 它比較不會產生這種 過敏症狀 其實是我們比較建議的 那所以說 建議的內容 其實就是跟大家 如果說它的腎臟功能 可能要特別使用 這個疊膠臨磁 就要特別注意 甚至有些是 是要做一些檢測 有沒有過敏 那如果說 它的腎臟功能比較 它就經濟肌量開始治療 那剛才我們請教 這個是 被漂泥類的藥物 可以使用 再換新腎臟病的病毒 就是說我們對今天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解讀就是 高尿酸血症 它造成的腎臟病變 它包括了 尿酸性的結石 就是腎臟的結石 或者急性的尿酸腎病變 甚至慢性的 痛風性的腎臟病變 那很重要的是 以前我們都覺得 尿酸膏除了通風之外 其實現在有些研究 也發現 它跟高血壓長尿病 是那疾病 甚至跟一些心血管疾病 相關性都還蠻高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高尿酸血症 它會拿引起哪些腎臟病 它除了可以引發氮糖尿病之外 它會引起我們 腎小管的動態的異常 化成腎式有回大 甚至造成腎小管精子的纖維化 最後就化成腎臟開始 甚至有硬化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它會造成我們 血管收縮素的活化 抑制那些血管疏端的氣種 最後導致我們血管的平化肌增生 或是小漫漫的動態 然後造成我們適量功能的惡化 那我今天的基礎會就到這裡 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